喧嘩是嫌的 看的也不嫌的 不错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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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哈喽大家好,我是杰森林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糟糠期小本本 什么是糟糠期小本本? 糟糠期顾名思义就是 在你最低谷的时候陪伴你的东西 那这里呢,我的小本本呢 是不仅陪伴了我开心的时候 感叹的时候,失落,难过,焦虑的时候 今天呢,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些小本本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本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哪本? 第一本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电影记录小本 就是当你看完一部很好的电影的时候 你当下的感受是最深刻的 所以说,我就想在刚看完电影的时候 就马上把这些感受给记录下来 那像是我呢,一般就会先写一个标题 然后呢,看完的时间 会有导演,编剧,还有一些主演 我自己记录的话呢 有时候会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分析那部电影 有时候呢,会记录当下比较主观的一些看法 或者是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呢 有一些逻辑欠佳的地方 也会在这里面吐槽 我最近看的,比较喜欢的电影呢 有一部叫做夜行动物 那它是Tom Ford的电影 就是你想的那个Tom Ford 这部电影的话是一部美学圣剑 它无论是构图还是色调都非常地赏心任务 它这个故事呢,是它放了三条故事写 到最后当你把这三个故事这样子回想一遍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的那个联系到底在哪里 还有一部西班牙电影叫做《当你熟睡》 这部片套称是一部没有什么恐怖画面的恐怖片 它跟一般美国的悬疑片又不一样 它不是说它前面一直很平常 但后面忽然来个大反转 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态的事情 它是从第一个镜头你就看到它在做很变态的事情 但是是越往后你会发现它表面上做的这些事情 已经让你觉得很变态很奇怪 但当你想一想它为什么会这样做 还有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做了什么的事 你就会越来越细思极口 还有一部《必推》 请回答1988 真的是太好看了 我当时写什么 我当时写说每一集它都拍的像一部电影一样 每个演员的演技都很到位 很难有一部韩剧是全程没有尿点的 我当时是很舍不得的把它看完的 如果说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电影的记录本的话 那下面这本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人有了 这本呢是我在LUJI买了一个笔记本 然后呢我就用来贴一些标签 就是买衣服或者买东西的时候 看到他们的标签好看我就会留下来 还有比方说这种日本的零食包装 我很多时候去超市看到一些日韩的零食 我不管它好不好吃 我会为了它的包装去买 这个是我之前买的一部手杖本 它外面的一个围着本子的包装 然后我觉得很好看也留下来了 然后感觉这个除了可以赏心悦目以外呢 还能让我有很多的灵感啊 或者是可以看看别人的品牌设计是怎么做的 那第三个要分享的呢就是我的涂鸦本 这本呢它是我的同学送我的 一个非常文艺的女生 那这本呢是我还蛮早之前开始用的 然后当时呢就画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有一些是好看 有一些呢就比较 嗯 那这个不知道是哪里 看起来超级酷炫 超上去 那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另一本涂鸦的收集本 在过去的两年我一般是用A4纸来创作的 对没错 因为用白纸的话我可以啊 画的好看的话就留下了 然后画不好看呢就可以扔掉之类的 那本就是我说的 我把我画的画的A4纸 终集在了一个文件夹里面吧 这个虽然不属于我们的这个 糟糠七小本本的这个范畴 但是呢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等我一下 哭一 从后面开始吧 这个是我最开始用白纸来画涂鸦本 这个呢是因为我在大学刚开的 开学的时候 就我受到身边的同学影响 因为他们都在一天画一张的什么challenge 然后我觉得哇好有意思啊我也要玩 然后我就开始就是 呃每天画一张画 都是我大一的回忆了 这些啊 当时真的是很有恒心啊 你会看到大二大二就伟了 然后这个后来我还做上了天纪这个artist block 这就是我没有灵感时候的那种感觉 啊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动物系列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是失败的 后面呢 哦还画了 这个是这个双手不太冷的女主 超喜欢太太 还有像这样子的一些小常识 那这个混号脸的熊猫 学法语时候的一个小涂鸦 那这本呢就做一个小插曲给大家来插播一下 那我们回到下一本的小本本 下一本呢是我的日记本之一 那其实这本也不太小吧 但是比刚刚的比较少一点 其实我从小学就开始有写日记的这个习惯 然后也会把一些小冰条啊 或者是一些去看展览的一些本票也贴在里面 然后有空的时候会画一些像小涂鸦啊 很多时候我要是直接就白纸黑字这样写一写就算了 后来呢 我发现这种全白的一个页面呢 它很适合画画 但是而且其实我是写字偏多 那后来呢我还是用回了有横线的一些本 像这本的话呢 我又嫌它有点太小了 后来呢我又用了像这样子的 那我喜欢这一种 是因为它可以这样子打平平看 它就不会说你写这边的时候 会这样握着刻着 不会说这样的刻着手 还有一个就是我喜欢它的线条 我喜欢它这些横线够淡 这是我最近在用的一个日记本 就给它看面了 就大家翻看一下 最后一本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这本叫做五年的小本子 那它呢每天就会给你一个问题 让你去回答 那么神奇的地方在哪里呢 那就是当你回答完一年的问题以后 在第二年开始你就会重新回答同样的问题 那通过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回答同一个问题呢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面对同一个问题的思考有什么不一样的答案 绕死我了 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啦 不知道大家比较喜欢我的 不知道大家对我的哪一本小本本最感兴趣 好了今天就捞刀到这里啦 怎么这几次你怎么住都一万 好了老男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